哈喽各位学籍球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关于不同的上肝手腕动作 会去影响我们在下肝时的 不同的发力模式 首先第一种模式 我把它俗称为叫做自然的一个挥肝模式 所以叫做自然型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两只手放松的时候 右手打开 左手打开 顺势的弯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是从关闭 自然而然的去 呈现变成是开放的手 所以简单来说 不管是我的右手顺势的弯起来 以及我的左手顺势的弯起来 可以看到当我的右手顺势的回来的时候 会自然呈现一个关闭回正的动作 所以不管是你的左手右手 都会一个顺势的让肝面呈现 开关顺势回正的一个自然现象 那接着我拿了这个一个盒子 去做一个自然转动摆动的一个方式 主要的重点都放在于我的双手 所以现在我的手是呈现等于是干面 这是方正的一个状态 当我自然而然的去转动我的上半身时 我的双手很自然会呈现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顺势的回来 回正再转过来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 即便是我弯起来 掉下来顺势的 也会回正的一个方式 接着我拿着球杆去做示范 我先用右手拿着球杆 干面现在是呈现方正的状态 我的单手自然的摆动 各位可以很仔细看到 当我在顺势弯起来上干时 干面会顺势的呈现像是开放的状态 那当我在手臂自然的掉下去 因为干头的重量而顺势的回正 所以会从开到关 刚刚好顺势的回正 即到球 那即便是我的左手也是一样 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摆动 所以看到我的手臂 是呈现一个自然摆动 呈现一个干面 打开 顺势的回正 顺势的收起来 所以可以从看到 右手掉下来 左手上干 掉下来 一起 第一种自然型 可以很轻松的运用到手臂 跟干头重量的速度 来去做急球 而身体带动的部分的层面 并不会那么的明显 现在我要说的是第二种类型 简称控制型 当我们在上干的时候 手部呢 是主要控制干面 让干面刻意去保持一只方正的状态 去做上干 所以可以看到我的双手 现在在做上干的时候 我是一直hold住我的手 去做上干 然后去做急球 当在做手的这个动作 去刻意控制住干面的时候 会比较需要用身体的方式去做下干 现在我拿这个盒子去做示范 会更加的明显 当我准备动作站好时候 我刻意去控制我的干面方正 在上干时不顺势的弯起来 而是控制住干面 一直维持住 让干面保持方正 一直转动我的上半身 那在下干时 也为了要让干面方正 所以这种方式急球的人 会是比较需要用身体的带动 才能够让干面是方正的方式 去急到球 接着我用球干去做表现 会更明显 所以可以看到 现在干面是方正的情况下 我在上干时 我一直抠住我的干面 让我的手腕的动作曲腕 会是比较是控制住我的干面 去做一个上干的一个动作 所以当我去控制住这个干面 去做上干时 我就必须要一直维持住我的干面 那在下干的时候 就必须要去靠身体的动作 去做带动 把这个干面给压回来 去做急球的动作 那这个类型的上干模式 就会需要比较多身体的带动 不然会让球很容易的自然 去勾到了左边 第一种模式 自然型跟控制型 自然型也就是所谓的 我顺势我的手腕 去做曲腕顺势的上干 所以手腕的动作 从侧面来看 顺势的曲起来 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控制型也就是在上干时 我去比较控制住干面 去做这样子的上干 所以不同的上干 会去影响下干时不同的发力方法 现在教练示范的是自然型的挥干 各位可以很仔细的看到 教练完全专注在双手臂的摆动 去感受干身干头的重量 以及运用双手臂放松顺势自然的力量 去让干头回正 急球 这一类型的挥干 身体的带动并不会那么的明显 现在这个示范是教练在上干时的时候 故意hold住干面 控制干面 控制型 所以现在各位可以很仔细的看到 教练需要hold住干面 也为了要让球打直 就必须要靠很多身体的转动 而不可以让手腕有任何一丝松懈跟释放的感受 不然就会把球去盖到左边 现在教练要去示范的是自然型的全挥干 各位可以很仔细的看到 在自然型的全挥干里面 整体而言看起来会是比较轻松 而不会有太多的需要靠下半身上半身的一个带动转动 去做急球 接着是示范控制型的一个挥干 在上干时就控制住干面 所以为了保持干面的方正 必须去仰赖很多身体的转动 去把干面去带下来 去做急球 所以可以很仔细的看到 身体的回旋的幅度就变得比较多 也比较大 最后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论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上干时 顺势的手腕动作 可以去运用顺势手臂摆动的力量去做急球 当然你也可以搭配身体的动作去做带动 这是可以的 那第二控制型 也就是在上干时我去控制住这个干面 不会像是自然型顺势的弯起来 所以一旦我在上干时我已经控制住干面 我在下干时就必须靠身体的带动让干面保持方正 因为如果我上干就控制住干面下干时 顺势的再加入我们的自然型去下干 放掉手腕跟干头的力量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让干面产生关闭的现象 所以这边就可以让各位去回想一下 对于初学者 当初学者这时候就会分成两种类型 有些初学者会很自然顺势的上干 这个时候他在下干正常情况 他们会不自觉的乱出力 而忽略了手部自然回正的动作 所以初学者就会产生右曲球 那当然另外一种类型的初学者 他会一开始就他的认知会认为 我要固定住干面 一直hold住干面的去做上干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初学者大部分都比较不会去用身体的带动跟转动 所以这一类型的初学者一开始就控制住干面 去做hold住上干时 他身体没有转动 手呢就比较主动的直接去下来 那当然也会产生把球给盖掉 跟飞不起来的现象 所以相信到这边各位已经能够明白 当我们上干是顺势自然的时候 你就让他顺势的自然 让干头去感受干头的重量去做回正 急球 如果你是上干就想要控制住干面 认为上干一直控制住他是方正的 也可以 那你就必须去hold住你的手部动作比较多 去完全靠你身体的力量 下半身的力量去做带动 把干面给压正回来 去做挥干 也许你会问我 我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我当然会是属于偏向于自然型 因为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上干 我们的手部动作会是顺势的曲腕 而这个时候当然就可以呈现进可攻退可守 我可以决定在下干时 在上干顶点下干时 我可以决定hold住干面 去打一个slice或是肺的球路 那当然我也可以决定我在下干时 是否要回正很多 去做一个很大的卓取 去产生不同的球路 会是比较多的选择 但我一开始就hold住干面的话 他的选择性就会变得比较少 可能我只会去控制干面的时候 会去选择刻意要去打一个punch 或是压低球时 我才会是使用的招数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分享的教学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 按赞加分享 以及追踪我的粉丝团 还有我的IG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